自从种多选秀练习生节目《蜂蜜》以来,越来越多的小鲜肉横空出道,一时间拥有百万粉丝不在话下。 当初被网友们选为死大鲜肉的杨阳、陆寒、李一峰、吴一婉,在这一年里都低调许多,大家开始意识到流量这个东西只是一时的,能决定你走得长远的永远是作品。 所以,四位曾经的小鲜肉都在计划转型了,李一峰最近用动物事件刷新了大家对他以往的印象,转型之路算是打开了,陆寒无意拔出了固定的几个综艺,也在前行选片子了。 而杨阳,去年用了几乎一年时间拍摄《舞动乾坤》,其中极少出席活动,更不用说参加综艺,为了演好林洞这个角色,曝光率大大降低。 她的转型之心也是柔目共睹,说杨阳,她算是四位里演员综合素质挺高的一位,出到最早,第一部作品就是《演贾宝玉》这个角色。 在还未成年时,就参加《红楼梦》剧组培训,从选角培训的拍摄成功,用了四年之久。 这段经历在以后杨阳做演员的路上,起了很大的作用,让她知道做演员要熬得住。 所以在演了几十个角色后,她才有机会爆红,除了这些阅历外,杨阳的气质也是体位里最好的,因为当国兵的缘故,她的意态一向是男演员里最好的。 不管男性女性都不敢与她站一起,因为缺点会暴露得太明显,有网友在看了杨阳和其他人的合照后,表示换自己也不敢,因为她站得实在太直。 聊,即使这样被欧剧,粉丝要求拍个照,也是一态满分,这样的规整站姿,在男性里很少见了。 在看了其他人跟杨阳的合照后,你或许会明白为啥男性女性都不敢跟杨阳同话了。 即使是外国人也在杨阳面前失了气场,这样看起来,还是中国人的气质更让人舒服。 杨阳的身材也是绝了,跟旁边两位大叔一比,特长戏至佳,总观这一排,只有杨阳做得像个雕塑,一旁的大秘密表情很耐人寻味啊。 莫名有些委屈的感觉还拥抱的戏份,肩膀也要直挺挺的,真的不愧是单过兵的人,体质颜值真的需要对比啊。 虽然我们的温太医也是帅哥一枚,但跟杨阳同话后,就暴露了一丢丢,杨阳真的很像从漫画里走出来的。 论一态,娱乐圈里只有一位女星,哥与杨阳相提并论了,那就是刘诗诗,刘诗诗的气质是出了名的好,而气质好的人她的一态,一定是数一数二的。 每次看刘诗诗,不自觉的会挺直自己的背,她真的太优雅了,杨阳与刘诗诗又合照过一次,这张照片简直是行走的雕字记事感,两位的一态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了。 十分的赏心圆目了,两人有声之年和坐一步居的话,也是粉丝们的福利了,一态对颜值气质的影响非常大,看杨阳流诗诗就知道了,各位身边有一态非常好的人吗?你们觉得一态对气质的影响大吗?